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谈谈游戏 说说照 赶紧给我报一报 大家好 我是二老 然后上一期的中东片呢还有一个小尾巴 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中国 好 我们首先进入第一个帐篷 这里呢有一个小孩子 这个孩子呢叫做宇文大帝 但是呢他并不喜欢自己的名字 进来这里有什么用呢 这个其实是旅行商人九代任务的其中一个 我们之后需要穿越回去帮这个孩子改名字 后来这里呢有一些商品 我们买一点磁服还有这个八卦棍 那么前面如果你不想亮八卦棍的话呢 可以在这里直接买得到 接下来我们又要亮东西了 首先呢用前面的配方 经常要加这个八卦棍 这样就得到黑暗修罗铁 这里呢是亮黑暗修罗铁最后的机会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需要把这个黑龙啊升级成这个神龙 那么神龙呢 比黑龙稍微厉害一点点 只要让黑龙跟八卦棍合体就会得到神龙了 这个配方呢是比较简单的 接下来我们需要更换打手了 用这个亚格瑞斯跟这个黑暗修罗铁合体 这样就可以得到这个斗杖圣佛 这个不就是齐天大圣吗 那么大圣呢 他是游戏里面物理攻击最强的打手 但是游戏后期的boss呢 他是有各种属性的 所以大圣也不一定适合 我们还需要别的东西 然后刚才亮出了一把武器 你们可以回去看一下怎么亮出来的 这个是第四个人物的武器来的 第四个人物马上就要登场了 这里呢 我们已经提前帮他准备好了一套装备 好 现在我们离开这个十国 马上就要进入这个天山了 这边区域呢 应该还算是这个中东 那么等一下呢 这个打小怪的BGM会更换 一进入天山呢 就代表着已经到了中国了 好 这里就是天山了 这里有一个门 门的后面呢 有一个隐藏武器 这把太皇刀呢 是卡马最终武器的其中一把 我们需要找到三把这四把 才可以把它合成这个最终武器 好 现在呢 我们只有两个人 这里呢 可以召唤这个斗战圣佛出来 卡马的体力不够 只能召唤这个神龙啊 本来可以召唤两个孙悟空了 可以两开花 现在只能一开花 那么游戏的这个时间点啊 这个西游记早就已经完成了 所以现在叫斗战圣佛 也没有什么毛病 上一期呢 我们在最后把里可的法宝给了卡马 就是为了这一场战斗 现在里可不在队伍里面 然后斗战圣佛呢 他是使用这个火法处的 那么斗战圣佛 是不是合处来战斗 就要看boss的抗性了 如果这个boss的火抗性很高的话呢 你就不用考虑了 一般来说 在后期呢 我们就用两种 一种是神龙啊 或者这个斗战圣佛 神龙的话呢 他是这个风属性的 而虽然还有一些别的高级怪物 这个法术比这个神龙还要厉害 但是呢 量那么多比较麻烦 我就懒得量了 有这两个其实完全够用 Тем是 对 这个 我 黄雷这个人很聪明 但是他缺少了远大的报复 这个人远不及这个鼠三子 这个人远不及了 然后又打这个康纳里士了 这里的他不会变身的 所以非常弱直接普通攻击就完事了 不用召喚这个神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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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进入这个山洞以后呢 我们就会遇到一些中国的怪物了 那么这里的bgm呢 也会换了 啊 这个山洞里面呢 有很多神像姐姐你们可以抓一抓 啊 不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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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进入天山以后呢 这个BGM我就换成了风之舞里面的鬼神之塔那一首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出来 老实说我一开始也没有听出来 我是慢慢的对比才发现原来是同一首 经典的BGM呢应该留下来的 就像那个恶魔城一样嘛 但是也不能光继承以前的音乐 还得创新一些新的曲子 那么后来的四代的我是玩过 但是呢没几首有什么印象 五代的话呢更扎 这个系列不光是游戏性 连这个音乐都是走这个下坡路的 当然现在有没有好转呢 我就不太清楚了 然后刚才我们拿到了一个新的法宝 这个法宝叫做暗杀宝路 这个法宝有什么用呢 它的作用有点类似于这个仙剑里面的投资 也就是说在战斗的时候多了一个指令 可以让玩家把自己空降的那些宝将啊 这些东西呢扔出去 那么这个伤害呢 应该是跟这把将的价值相关的 也就是说越贵的将呢 扔出去的伤害越高 除了这个以外呢 他还跟啊扔出去的那个人 他本身的力量有关的 力量越高的人扔出去的伤害呢 越高 问题是就算是亮到60级满级 扔出去的伤害呢也并不高 就几百点的伤害 所以呢这个法宝呢 在这里呢 我觉得没有必要亮的 因为云和山里面这个法宝呢 强度不是很够 在天之痕里面就不一样了 天之痕呢 大幅度的增加了这个法宝的实用性 总之这个法宝呢 在云和山里面呢 我个人不推荐亮他 你不为是长期的 我专门到个人 导致眼吧 我最大的 小潘 小河 山里面 北散 山里面 有一天 山里面 吔断 山里面 大幅度 山里面 山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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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 再一次家暴相场 那么这段剧情呢可能很多同学看得很迷糊 不要急 真相了马上就出相了 有些同学等不起了就跑去看别人的视频了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这里要注意了这里有一个山洞了我们必须要进去的是跟里面的一人说话不是这个山洞是这边这个人呢一定要在这里相跟他对一次话 如果现在不对话的话了那么旅行三年九大任务就不能完成了 跟这个人对话了也是其中一个 我们需要跟这个人对话两次啊 等一下回来的我们还要对话一次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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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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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再次进之前的那个山洞再跟这个老头说一下话 这样的话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了 这里说了一大堆东西其实我根本没有看明白 就没办法跟你们讲到底说的是什么鬼 这里居然还提到了安死之乱 其实这里跟我们刚才的圣楼王那段呢是有一点关系的 那么这五粮到底有没有发生呢 实际上并没有发生 因为五粮之后安死之乱早就已经开始了 主角只是被拉进了一个比较真实的幻觉里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李宗盛 然后第四个人物李静终于登场了 这个李静的可不是射雕英雄罪里面那个李静 这个李静呢 他已经成乡了 但是这点很奇怪 他已经成乡了 为什么还有另外一个灵魂去投胎了 不管怎么样 他是跟那个慧阳师傅了 是同一个人 应该说是同一个灵魂吧 好 之前我们帮他准备好的装备 现在就可以安装上了 那么李静的攻击力 比李可跟卡马都要高 所以加攻击力的这个法宝就可以给李静了 那么后面赛特跟李静都可以靠这个物理来说出的 好 弄完 现在我们离开天山就会到中国了 那么这边不能使用这个租房神石 要走到那个山洞那里才可以使用 好回到这里我们在路上遇到一个人 这里是一个直线任务 这个任务呢是DVD版才有的 早期的CD版是没有的 这个任务呢可以得到翠玉精裁 这是后面一个直线任务的一个道具 这个道具其实呢应该在商店里面应该有的买的 要不然早期的CD版呢 那个任务就没法完成了嘛 好 到此为止 我们的中东片呢终于结束了 后面还有四集的中国片 那么到此为止的游戏呢就会出现一个非常迷想的断层 你会感觉到这个结尾呢做的并不是很好 虎头蛇尾 好 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长安的附近了 前方高人注意啊 可以 HI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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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们进来找这个白良仪 这个房间里面呢有一些秘密 这个地方呢有飞翔摩游 这幅画画的是天山 里面呢有一些小秘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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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特建议他的父亲如果是男孩的就叫语文大帝 女孩的就叫语文小语 你说叫语文大帝真的不太适合这个女孩子的 所以人家才不喜欢这名字了 那现在好了 我们改变了这个历史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